这个男孩六岁 这是他外公 今年38岁 这是外公第一次看见孙子 很可爱 但外公却一点都不喜欢他 外公叫贤猪 是个知名主播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消散 还准备开几顿新的恋情物 没想到突然多了个这么大的女儿和外孙 这么萌范的事 怎么可能是真的 贤猪赶紧找了个兽医朋友做亲子监定 没想到还真是他女儿 近期他主持的节目里 单身母亲找爸王的故事爆火 但他从来没想过 那个主角就是他 他愁死了 他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想把女儿劝走 没想到聊着聊着反而把自己关罪了 还稀里糊涂答应了女儿让他们住在家里 外孙还怪有礼貌的 只是他好怀念单身生活呀 本来他的生活多精致啊 有空做一下瑜伽 准时护肤 每天都光彩招人 孩子住进来后 家里乱成一团 鱼缸里有玩具 厨房里的玩怎么也洗不完 他的豪华电视机上甚至还有孙子的涂鸦 他一直在清洁 从白天清洁到深夜 他要上大号时 厕所总有人在 半夜他愁都睡不着 出来走走 却又被外孙的梦游咒吓到 他只能做一个慈祥谦让的外公了 占掉孙子的位置看电视 吩咐他给自己倒水喝 然后在沙发上躺一天 带他们出去烧品 只买自己喜欢的衣服 生活还是快乐的嘛 只是他刚下播 就在工作室里看到了女儿 原来女儿是来参加自己主持的音乐节目的 他的歌唱得极好 完美继承了他音乐天赋 毕竟他以前也是个歌手 只是过气了 但他还是不希望女儿参加节目 这会暴露他们的关系 但女儿执意要去 这是他的梦 或许是出自女儿成长于单身家族的愧疚 他答应了 两个人都不在家 只能把孙子送去幼儿园 但是上幼儿园之前 有些事情要搞清楚 自己可是个名人 为了不泄露身份 他要外孙称呼他为舅舅 可是没想到 来幼儿园的第一天 爷孙俩舅的院长和同学一见钟情了 脑海里立即想起了恋爱交响曲 看美女的样子一模一样 谁说他们不是亲生的呀 但女孩觉得他穿的衣服太土了 不愿意和他一起玩 作为阿琪的外公 贤猪觉得只有自己可以欺负他 于是下课后 他立即带着孙子去买衣服 买最贵最潮的那种 他突然瞄到了假人模特身上穿的小西服 这可是最洋气的 女儿也找到了喜欢的衣服 只是价格太贵了 他舍不得 贤猪也豪气的直接买下来 还带着孙子去做了个新发型 打扮成王子的模样 这下可没人敢嘲笑他了吧 过了两天 阿琪就成为了幼儿园最受欢迎的小孩 但不是因为衣服 而是他的音乐天赋 他和妈妈一样 继承了贤猪的音乐才华 喜欢的女孩也为他鼓掌 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才几个星期 贤猪就习惯了女儿和外孙的存在 一时间和谐无比 他几乎要忘记了前两周 自己还是个孤身寡男了 就连同事讲节目参赛者的坏话 讲到了他女儿身上 他也会狠狠训斥同事 哪个父亲能忍受这样的话呀 女儿看着乐呵呵的老爸和儿子 他有点心不在焉 他的初恋也是阿琪的爸爸 今天来找他了 他们互相喜欢着对方 只是初恋太害羞 亲了他一下又逃跑了 静男有点无奈 可是他不知道 在他回家的路上 初恋还留恋的跟在他身后 并且看到了他和爸爸 看着两妇女的亲密动作 他误会了 他以为静男和别的男人同居了 极度伤心的 他拍下了两人的照片 下一次约会时 为了让静男离开这个男人 他说了前途很多坏话 并且让静男看了他拍的照片 静男想解释 但是他答应了老爸 不会泄露他们的关系 没想到男人却越来越疯狂 嫉妒让他面目全非 他威胁静男 要把他们的照片交给记者 从以前到现在 喜欢的人一直不相信自己 静男彻底失望了 过了两天 初恋喝的醉心心的守在他楼下 他以为自己是英雄 一直喊着要救他出泥沼 像疯了一样 纠缠的两人终于被爸爸看到了 绯闻的事也被人报到了电视台去 仙主本来就很闹火 听到这个男人的话 他误以为静男是来报复他的 暴怒之下 他不愿意听女儿的解释 他让静男带着孙子 滚出他的家 静男和儿子背着两个背包 就来到了素未谋面的爸爸家 离开时 除了两个背包 他们什么都没有带走 他们恢复到从前艰难的生活 白天在店里打工 晚上睡在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 他们不觉得哭 只是偶尔会想起贤猪 过了几天 贤猪终于在直播联系上了静男 他想借着节目向女儿道歉 但是静男一心觉得自己连累了老爸 他挂断了连线电话 手印机里 贤猪还在继续说着 就算两人吵架了 他希望静男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 继续参加音乐节目 坚持自己的梦想 决赛当天 静男终于来了 看着彩排舞台上发光的女儿 贤猪终于放下心来 节目快要开始了 阿琪却突然不见了 静男慌了 到处找 可是翻遍了整栋大楼 都不见儿子的身影 他已经顾不上比赛了 妆容花了 高跟鞋也跑丢了 他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他只能想到爸爸 他像个小孩一样向爸爸求救 先出很为难 要是应了静男 他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他眼睁睁看着保安拖走了女儿 强装淡定地说起了开场词 可是女儿的呼喊还响在耳边 他捡起了外孙的玩具 终于做了决定 他从保安手里抢回了 女儿去警局报案 初恋又来了 他以为阿琪是贤猪和静男的儿子 又要拔任 他强迫贤猪负责 静男却更生气了 自己喜欢的人是头猪吗 说着 贤猪狂揍他 这时 终于有了阿琪的消息 因为误会 他自己回家了 但父女俩都舍不得怪他 还有什么比试而负责更完满的呢 贤猪向公众道歉 真诚反而让他获得了大家的原谅 幼儿园园长也打了电话 邀请他吃饭 之前 贤猪花尽心思都追不到他 没想到现在 园园长主动向他表白了 他一直以为阿琪是他的儿子 觉得他花心还不坦诚 现在终于澄清了误会 他甚至觉得 做奶奶也挺好的 毕竟孙子是个钢琴神徒 他会做一个好父亲 守护家庭 他们作为家族乐团上舞台表演 女儿主唱 爸爸弹吉他 孙子弹钢琴 静男终于如愿一场 平凡的生活 唱想唱的歌